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感謝各位到705教室來參加下半場的演講 一樣大會提醒大家在演講開始之前 把自己的手機調成震動或者是靜音的模式 接下來的一個演講主題的話 會是由 Wendy 趙雲雲為大家帶來一個 超神準30秒測速適合你的步驟 相信大家其實知道Walkers提供很多不一樣的步驟 或者是外掛等等這些工具 那其實五花八門的大家在選擇上 其實也會考慮說到底他們的差異性在哪裡 或者是用上去之後他的效能是不是有一些差異 到底就是我現在做網站的話 什麼樣的一個步驟或者是外掛才是適合現階段的我 那其實的話待會的話 Wendy 就會跟大家說 到底有什麼樣的法則可以去規納出 要用什麼樣的判斷基準 來去選擇一個最適合自己的步驟 那我就現在邀請 Wendy 請大家就是掌聲 哈囉 WK的朋友大家好 感謝主持人的介紹 然後歡迎大家來到 Wendy 的免費江湖現場 好像有點講錯齁 其實是來到超神準30秒快速測出適合你的sense 跟工具們 首先呢我先講一個我很切身之痛的小故事 其實我在Wordpress的客製開發的模板的一個過程已經有四年之久 然後早期我在幫這些品牌跟客戶幫他們在挑選模板或者是sense的時候 我發現你知道全世界有上千上萬的sense 不僅主題跟tempo like can 讓你做挑選 其實選到後來你真的是 你發現你會生病 因為你會有一種選擇障害症 所以呢接下來 因為我有這樣子的一個切身之痛 所以我用我的經驗談 讓大家用輕鬆的方式 快速找到最適合自己現階段開發的一些工具 從此呢蓋網站呢 就最多買一套工具就好 那我在這邊介紹一下我是誰 我是CTK Pro的工程師 Wendy 謝謝謝謝 然後我是專攻在Wordpress的客製模板設計上面 然後以我UIUX設計 以及前後端的開發雙親能力呢 為客戶磨練出一件又一件兼具 視覺跟邏輯的完美作品 然後接下來大家就會很好奇啊 我會用怎樣的方式幫大家介紹呢 首先我會用一個很輕鬆的心理測驗 讓大家做一個選擇 然後最後透過這個測驗的結果 幫大家挑選出四大的工具 可以讓大家做參考 好首先呢 大家就用第一直覺的方式來選擇 接下來的題目 我這邊提供給大家四個品牌的logo 第一個是Apple 第二個AMBMB 第三個Google 第四個是Nike 那這四個logo 大家就會想說我要用怎樣的基準去選擇 可以用兩種面相 如果你是想要蓋網站的朋友 你可以去想像說 我的這個網站的個性跟風格 跟這四個品牌哪一個是最接近的 大家可以用這樣方式去選 或者是說你沒有想要蓋網站的 你如果就可以用你自己的特色去選擇 然後看哪一個品牌的特色最接近自己 然後這時候我就會提供給大家15到20秒的時間去選 然後這時候你可以跟你身邊的朋友互相交流一下 你選擇哪一個品牌 然後可以互動一下 OK 好我們稍微倒數一下 5秒 好 4 3 2 1 我們來公佈結果 其實我會特別選出這四個品牌 然後讓大家去做挑選跟選擇 主要是因為 其實我們一剛開始在設計一個網站 在建置這個網站的時候 我們一剛開始都會去想說 我這個品牌的特色跟現在現有的一些品牌 做一些連結性的相似的聯想 所以我透過這四個品牌 讓大家去有一些聯想性的發想 然後接下來我們會一一的去介紹一些細節 首先現場有選擇第一個Apple的朋友嗎 你們舉手一下吧 還滿多的 1 2 3 4 5 6 7 8 8個朋友 選擇Apple的朋友 他其實給的就是追求一種精緻簡單的概念 所以我推薦給大家這一套叫做DV Builder的一個工具 OK嗎 DV Builder這個工具 他其實適合是所有的角色 包含是設計師 不會寫code的朋友 跟工程師都非常的適合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講呢 首先第一個 他最大的特色是他的編輯性UI介面夠美 然後在學習的過程當中是比較快上手的 然後再來是他夠輕量 所以你在編輯的過程中你不會說卡卡的不順暢 然後前面也有提到就是你不會寫code的朋友 你也可以拽拽的做出克制你的前端的開發 然後再來是你在修改的過程當中 你都會有反悔的機會 因為他有一個還原件可以讓你做調整 然後再來就是如果你有價格上面 你預算上面的考量這邊是提供給大家參考 那他的價格部分是比較高單價一點 但是他有提供一個線上demo的一個網站 可以讓大家做測試跟使用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說 會不會這個預算我買了反而不適合我用 也不用擔心 因為他有提供這樣子線上的demo網站給你 然後接下來我會透過像這樣子的幾大特色 透過影片的方式介紹給大家 首先第一個他有一個很全域型的快航準設定 他可以讓你快速的調整你的品牌色 為什麼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特色 就是每當你要在建這個網站的時候 你一定會想要 例如說整個網站我的品牌色就是紅色、紫色 類似像這樣子的顏色設定 他可以讓你快速的調整 所以你不用會寫CSS 或是你不用會寫HTNL 你也可以做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影片 放大一下 就是他第一筆旁邊有個Sync Option裡面 然後你會看到他有一個Color可以讓大家選擇 然後他還有一些很全域性的設定 包含了Social Media的一些Link設定 還有Navigation的設定 然後你要在哪些頁面都使用這個DV Builder 然後以及SEO的Head的一些設定上面 他都提供給你一個很完整的setting 可以讓大家做參考 然後再來第二個 他可以讓你快速調整你中藝的Head跟Footer的 等等這些module的樣式 這邊看一下影片 這邊看一下影片 這邊看一下影片喔 欸 好 喔 Sorry 他影片有點露不出來 我直接跳下一個 然後再來是他有一些常見元素呢 我們也有一些後台的調整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他有一些常見的元素也提供給你在後台做調整 我們可以透過剛剛看到有一個module option的一個地方 module的這個地方呢 點擊進來 他有很多元素可以讓你做調整 包含圖片 這邊範例提供給大家看 是圖片他有一些動畫效果的調整 然後字集大小 出體斜體 然後tab slider 等等的元素都可以提供給你做調整 所以他是對於如果你是初學是設計師 或是不會學code的人 他是非常棒的一個選擇喔 因為他提供給你非常多的元素可以做調整 然後他還有提供給你各個產業類點的模板選擇 那我們可以看到影片 裡面他可以有一些很棒的設定 當你一剛開始在low這個layout的時候 然後你可以看到他這邊有很多產業的類別 然後包含有做時尚的 或者是做科技相關的選擇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 如果我今天是想要做服裝時尚的衣服類型的產業 你也不用擔心 因為他裡面有提供還滿多套的類別模板 他可以讓你做low layout的效果進來 然後可以讓你快速的調整 然後再來是前面有提到的 就是他一個視覺化的編輯性UI介面真的夠美 然後他還有一個很貼心的還原功能 首先你看我要加一個元素 我點那顆加 他每一個彈出視窗的效果 都是很 就是彈跳都有一個小動畫 讓你覺得編輯起來是開心的 然後再來看到右下角這邊 都有一些還原鍵可以提供給你做還原的動作 然後包含了你在還原 或者是在編輯的過程中 他的一個編輯的方式 你會覺得是比較快速上手的 因為他按鈕選項是少的 因為我們接下來會介紹其他套的工具 你會發現他的按鈕非常多 你會覺得有點小小的複雜 那他就不會 低比他這一套 視覺編輯器的UI介面設計的還不錯 好這是低比的一個幾大的特色 然後接下來呢 有人選擇是AMBMB的朋友嗎 調查一下 1 2 3 6位朋友 好選擇AMBMB的朋友呢 因為我覺得他的形象就是 他有提供給你非常多的一個房型 可以讓大家去做一個豬刃的動作 所以我覺得他用他來形容一種 獨一無二的鏈門 可以專門克制出專屬你的一個模板 然後我推薦給大家這一套叫做 WP Bakery Patch Builder 這一套呢 他也是適用於給所有不會寫code的朋友 或是工程師設計師都非常的適合 但是這邊有一個小小的前提 就是因為他沒有所謂的黑的footer 或是品牌色的設定 沒有這種全域型的這種款型設定 所以呢 這時候你要自己想辦法的情況下 設計師跟不會寫code的朋友 就會相對來講比較麻煩 但是如果你是工程師或是網頁設計師 你使用他你會覺得你會愛上 因為他的客製程度是夠高 然後再來是他從2008年就發行到現在 所以他其實這一套的軟體 他是發展相當的是成熟 而且付費的布景主題都最愛使用他 所以如果你現場有買過布景主題的 幾乎都是套用他們家的視覺化編輯器 那他價格是落在45塊美金 相對來講那個DB比較之下是比較親密了一點 好 我們介紹一下他有幾大特色 第一個是他的客製程度彈性夠高 然後他相容非常多的套件 看一下影片 好 在影片裡面我們看到 這是他的視覺化編輯器 你會看到他提供給你非常多的按鈕 一剛開始進來的人 你會覺得有點confused這些按鈕在幹嘛 所以他的UX界面上面稍微比較 你需要花點時間學習 然後再來是點擊的編輯之後 你會看到裡面有非常多的設定提供給你做調整 像是parallax或是圖片的選擇 然後這些動畫的一些效果的選擇也非常的多 然後class name的秘密 margin border就是兼具上面的設定 RWD的設定 他其實五花八門這些設定都提供給你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客製程度彈性是真的非常的高 然後再來他有提供給你很多的相容性的套件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說未來如果我選擇了WP Backery Page Builder 會不會未來就是你想要再新增一些元件會很難新增不會 因為太多人都有相容他 就是很多這種套件的廠商 他們都會為了他去再客製其他的元件出來提供給你 然後再來是他提供給你非常多的元素跟模組可以提供你使用 只是說你要自己想辦法組裝他們 我們看一下影片 這邊加了一個元素畫面當中 然後你會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個元件可以提供給你選擇 包含WooCommerce電子商戶相關的元件 或者是圖片Banner然後Google Maps等等的這些元件 可以提供給你選擇 然後這些大家看到這些什麼Feature Prada Emily Prada 這是我有在另外付費購買的模板 他有在做一些這種客製的元件開發 所以其實大家也不用擔心說未來我選擇他之後 我再安裝其他套件會不會有相容性 不過基本上是不會的 他這一套是他做的滿成功的地方 然後再來我這邊提到他是一種偽視覺化的編輯器 他有一點不是所見即所得 有稍微有一些落差 可以看一下 稍等一下 影片的左半邊是我的後台的視覺化編輯器 右半邊是前台顯示的畫面 你看到左半邊 我其實實際上線的畫面應該要是三個並拍 但是實際上他是三個唯一欄 就是他其實還是編輯器跟前台的上線之後 還是有纖維的落差 所以如果你是非常經濟計較說 我後台編輯器長怎麼樣 我前台一定要長怎麼樣的人 那他就會有一點小缺憾 還蠻可惜的 再來就是他沒有所謂的黑的Footer 跟品牌色的這種全域型的設定 所以這個你就要必須要給自己想辦法 然後這是我提供給大家的範例 是我有付費買了一個模板 他就有提供給你黑的Footer的一些設定 但如果說你沒有買預設者WP Backery Page View的 他就沒有提供這樣子的服務給你 所以如果你想要用他們家的資料畫面具器的人 但是你又想要克制黑的Footer跟品牌色的話 你就要在另外找一些套件去輔助你達到這件事情 好再來是選擇Google 介紹一下Google 有選擇Google的朋友嗎 好六位朋友 好選擇Google的朋友 因為其實Google給人的產品的面向是非常廣的 所以我用薩諾斯的這個概念來形容他 就是擁有五大保持的無限手套 然後這個如果選擇是Google的朋友 推薦給大家Elemento這個套件 這個套件他其實也是適合給所有的角色 然後他最大的特色也是不用需要會選擇 你也可以轉轉做出你的克制前端開發 而且你可以隨時隨地克制你自己喜歡的版權 包含黑的Footer甚至是連404的這種Arrow Page都可以 那他在價格的地方 他是甚至連免費的版本都可以提供給你 所以如果你一開始有預算考量 你想要測試看看各個工具的可能性的話 可以從Elemento Pro Elemento這一套軟體開始下手 因為他提供給你一個免費的版本做使用 那當然如果你使用了之後 你也覺得還不錯 你可以花一點錢去購買他們家的服務 他以戰術來做一個價格的花費 好然後我們快速建造一下他有幾大特色 其實剛剛有提到的黑的Footer的版型設定 首先我稍微講一下Elemento 如果你先應該開始使用免費版的朋友 你裝了之後他立馬有一個中文化的介面提供給你做調整 這還滿親民的服務 因為如果說你是對於英文沒辦法那麼快上手的人 那Elemento對你來講會比較親民 因為他的中文化上面我來講提供的比較多 好然後我們透過Elemento的版型裡面 你可以去新增黑的Footer 然後到對應你想要的頁面上面建立版型 然後這時候他就會提供給你幾個版型 讓你做選擇 我剛剛就是如果你是有付費的朋友 才會有看到那一些選項 如果說你只是免費版就沒有 這就比較可惜 所以如果你確定要用Elemento 然後想要快速改黑的Footer的人 就是要稍微花一下錢 就是這邊 其實你會看到這邊所有的版型都是Pro版的 那就是必須你要給花費的情況下才能使用那些版型的選擇 然後再來是他有所謂的Templates可以讓你選擇使用 那他並不是每一套都是免費的 他有部分付費的一些選擇性 這是我從他的Template露出來之後 你會看到右上角有些有Pro的一個標籤在上面 就代表說這是Pro版本的必須要付費 但是如果你是對於版型沒有那麼要求 其實他免費版的就提供給你很多選項 然後你做使用 然後你選定了以後直接做下載 然後接下來要介紹他一個特色 就是他很直覺式的響音式設計編輯 以及修改的紀錄機制 這個如果說你常常就是編輯的過程中 常常容易打錯字 或是常常編輯 常常編輯到一個地方 就是完了我想要回頭 但是我不知道我要還原到什麼時候 他有提供一個很棒的一個界面使用 首先我們一看到他是RWD的一個編輯方式 他一樣是用拖拉 然後以及編輯 而且很直覺式的一些界面可以讓你做調整 然後再來是剛剛提到的一個還原的功能 他有一個修改紀錄按鈕 他會把你每一部前面做過的紀錄 都顯示在畫面當中 讓你做點選跟還原的動作 所以如果你編輯的過程中 你發現完了我好像錯的太離譜 我想要還原 他還是有機會讓你還原 而且是看得到每一部的 然後再來是他有提供給你一些 WooCommerce相關的工具 還有臉書的功能 但是這個部分也是要付費的情況下才有的 我們可以看一下 我們可以看一下影片當中 我們也是要roll那個elemental的元素 然後裡面有提供給你很多的東西讓你選擇 包含WooCommerce相關的element 然後裡面可以選擇說我要加入公路車 或者是我要選擇某一個產品等等的 這邊都有一些選項讓你做快速的新增元素 然後甚至他有臉書的分享功能 或是臉書的留言功能 這時候你就想說這個有什麼好特別強調出來的呢 因為如果一般我們的Wallplace想要再興奮一個Facebook的留言功能 我們是要另外再裝套件的 但是裝套件就會講說很簡單 就找到想要的套件裝進去就好了 但是你知道Wallplace當你套件越裝越多的情況下 那個網站的loading是非常大 然後對你整個使用者的體驗來講是不是那麼好 所以建議大家如果說你裝的這個套件或是夥伴裡面 就提供給你這樣子的援助的服務給你 你就不用另外額外再花時間 然後多增加那個網站的loading去裝這些套件文 然後最後面我提到它可以上傳客製化的自新檔案 而且可以讓你彈性的選擇自新 如果你是非常在意你的自新 然後Google的Google Fonts 或者是Adobe Fonts 它沒辦法滿足你的人 你覺得你手邊就是有這些自新檔案 你就是想要用這些自新檔案的朋友 這個elemental還滿適合你的 因為它就提供給你了一個後台的介面 讓你做新增跟上傳的動作 所以大家可以透過影片看到 它可以上傳很多網頁使用的自新檔案 然後你可以應用在你想要的元素上面 所以這個是對於剛剛我提到的 你很要求就是你的自新檔案 是你指定的情況下就非常的適合 好這是以上我對於elemental的介紹 然後再來我們要介紹的是有選擇 Nike 的朋友嗎 最後一個 Nike 三位朋友 可以選擇 Nike 的朋友們 因為我 Nike 給人的形象是 它同時可以很健康 然後很時尚 很休閒等等的面向 所以我覺得它給人的形象是一種很欲望多 然後我什麼都想要 而且是追求高質感的概念 然後這時候我推薦給您的工具叫做 Jupiter 這一套 這一套它其實是模板 然後它使用這邊直接快速介紹 它是一個模板 然後它同時是揚賴了另外一個視覺化的編輯器 叫做 WP Backery Patch Builder 就我前面介紹第二套的工具 那如果說它最大有一個很大很大的特色 就是對於設計師來講有福音 為什麼呢 因為它提供給你的所有的模板 都是有所謂的 PSD 檔案 可以讓你直接載下來做設計模板 做一些素材 版型上面的調整 然後甚至如果你如果現場有那種想要蓋電子商務的朋友 然後你是對於電子商務的版型很精力計較 你想要很克制的調整這些版型的人 那 Jupiter 就相對來講非常的適合你 因為它可以讓你快速調整電子商務的版型 因為如果一般 一般為什麼會特別強調 一般我們想要調整 WooCommerce 的 template 我們是必須要自己可能 COVID WooCommerce 的 PHB 的 template 到我們的信下面去做調整的 但是 Jupiter 就不用 它提供了一個視覺化的後台編輯器 可以直接快速的調整它們 然後價格的地方 五金 59 塊 相對於其他套來講也是比較親民的一點 好 這邊快速介紹一下它的幾大特色 首先第一個是它提供的模板 都是非常有質感 然後讓你安裝 就是安裝了一整個網站 好 我們可以看到一下 它的 template 裡面有提供各式各樣的一個產業類別 可以提供給你選擇 然後你可以隨時的 install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這裡有一個 PSD 的按鈕 它就是直接可以讓你快速下載 PSD 下來做調整 所以這個就是對於如果你是很要求版型設計的人 這個服務對你來講會還滿不錯的 然後再來第二大特色就是它有提供給你 head footer 跟多個區塊的模板樣式調整 然後我們可以從影片當中看到 就是它這個是header的一個編輯器 只是它比較小小的缺點是 你看上面就是它的預覽 header的編輯畫面 然後你會看到logo menu 然後加logo測的按鈕 但是對於下面的編輯器來講 你看全部都是一覽式 你根本不知道你編輯的過程中 跟實際怎麼落差這麼大 就你會覺得稍微沒那麼直覺一點 這是我覺得它目前的一個小小的缺點 然後它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可以讓你彈性選擇字型 只是它侷限在提供給你的服務 是google fonts跟adobe的 fonts的服務 然後再來它還有提供另外一個選項 就是幾乎每台電腦都會有的字型選項 然後當你選擇的過程當中 你看當我選了google font的某一個字型之後 它是可以讓你去選擇哪些eromen 去指定這個字型的 所以你會覺得如果你是想要 整個網站有好幾種字型變化的人 這個服務對你來講會還蠻親民的 可以讓你快速的去做調整 然後神啊 WooCommerce的頁面有提供很客製化的視覺化編輯調整 這邊影片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產品變表頁的編輯畫面 你可以很快速的調整這些按鈕 然後字集大小 按鈕的位置變化等等的 產品詳細頁也可以調 你看字型的調整 然後間距上面的調整 都可以很快速的調出來 只是它的介面很PSD 很Photoshop的那個介面 所以如果你是對於Photoshop比較熟悉的人 可能對於這一套軟體會比較快速上手一點 然後講了這麼多工具上面的分享 最後面我來一個小小的總結 以上四套軟體 其實工具都非常適合給所有現場 不管你是不會寫code的朋友 設計師工程師都非常的適用 只是剛剛有提到的WP WP Backery Page Builder 它會比較適合給網頁設計師 或者是工程師來使用 然後再來RWD Template的使用上面 是每一套都有 所以大家都不用擔心 那如果你是想要快速的全域性設定 像是Headfooter 品牌設跟字型的設定上面 WP Backery Page Builder 它就弱了一點 其他套都是OK的 然後再來剛剛有提到的 WCMS的版型樣式調整上面 最推薦的還是Jupiter 然後再來次要可以讓它選擇調整的 就只有Divi跟Elementor 然後最後面如果你是對於想要快速的 會上手這個視覺化編輯器的人 會推薦給大家是Divi跟Elementor 然後價格部分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 Divi的話價位是稍微偏高了一點 然後再來Elementor也是稍微貴一些 最後面大家就會想說 那這幾套在相容這個套件的情況下面如何呢 首先以最知名的第一套 WCMS電子商 它是有相容的 所以大家不用擔心 再來是WPML 就是所謂的多餘性的一個套件 所以你要做跨國網站 這幾套也都是沒有問題的 然後如果最後面你是想要客製開發你的欄位的朋友 SEF這一套 它的相容器也是沒問題的 然後最後面這方面你知道 介紹了這麼多的工具 其實就是要督促大家快點去行動 那這邊我還是有稍微簡單的快速分類一下 如果你是想要快速調整為品牌特色的網站的朋友 Divi Elemental跟Jupiter這三套都非常適合你 那如果你是想要快速的學習這個視覺化電子器的人 Divi Elemental這兩套就是非你莫屬啦 然後如果你是想要快速調整你的客製化電子商品的朋友 Jupiter它是你的滿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是想要超客製調整你的網站的推薦 那WP Backery Patch Builder就會是你的最佳節 好喔 然後以上介紹希望大家如果有什麼樣的問題都可以詢問我 OK 謝謝大家 謝謝 我剛剛有這個問題可以直接去送他問 哈囉 那你今天為什麼會特別想要用這四個工具當作介紹 然後進行的 其實我會特別推薦這四套工具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其實我使用過他們這四套 他們的這個開發是相當的成熟 然後不管是在介面上面或者是在資源上面 他們的開發是相當成熟的 因為首先第一個他們賣的相當還不錯 所以如果你有任何的問題 你都可以直接透過線上來詢問他們的 然後再來一次這幾套其實很多套件他們都相容 所以推薦特別特別推薦這四個工具給大家 就是希望未來大家在選擇在蓋網站的時候 都可以用這四套去做靈活的變化 而且因為這四套就可以蓋出非常多的網站 所以大家就不用在面想說 我就是要快速的買一個模板回來 然後我要重新的學習每一套模板的操作的介面 那這四個工具他就可以讓你快速的蓋出 你無限個網站的可能性在 然後從此你就是只要選一套 你就可以帶出很多網站的可能 好喔 這位 你好 其實還是會根據你的需求 那如果說你對於這四套的工具 使用上面都已經非常的熟悉了 那你其實就用這四套去做蓋網站就可以了 來做你的布景主題做使用 因為他提供給你那麼多的Tambler去做下載跟修改 那其實如果你覺得這幾套就過敏實用 你就不需要再特別再花錢再買其他的模板 當然其他負備的模板還是有更多的可能性 例如說你想要快速蓋出來 然後這個品牌或是這個客戶 他就是想要這個網站的風格 你只是買回來改改文字改改圖片 那可能你花一點錢 然後花一點時間學習一下他的後台的操作方式 這也是可理的 但是如果你已經對這四套工具 任何一套非常熟悉了 其實不大需要再花錢買模板 跟這些布景主題 好 請問一下這四套可以一起用嗎 喔這個問題 這四套可不可以一起用呢 他們是可以一起用的喔 我還真的實驗過我同時裝了這四套 而且我還特別花錢買四套回來同時使用 他是同時真的可以使用 只是你的後台介面會稍微比較混亂一點 因為會非常多的案件可以讓你做切換跟編輯 所以如果真的有人花了大筆錢買了這四套 同時安裝同時使用是沒有問題的 好 還有其他的問題 現場還有嗎 欸你好 這個買的話是一個網站還是還有分一年 你是說這四個工具嗎 對 這四個工具它其實有分站跟 如果以DB來講 它有分一年的89塊美金 那如果你是想要接案的人 如果你未來想要接案 你想要快速建置很多很多網站的話 你可以建議你買無限次的這個價格 那如果是Bakery WP Bakery Patch Builder 跟Jupyter 它們就是一次性的價格 然後如果是Elemental Patch Builder 的話它就是以戰術為單位 那這邊價格就是提供給你做參考 好謝謝 好感謝大家 我這邊留下就是我們公司的QR Code 如果對於我有興趣 或是對於我們公司有興趣的人 可以透過QR Code掃描進來 那如果有想要私訊我的話 可以參考我的Facebook的連結 WDWendy4499 Wendy4499可以私訊我 好謝謝大家 謝謝